今天是五一廉假的最后一天 那么如果要出游的话 恐怕要有雨天被暗 因为外头正在下行云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是桃园小屋来的及时影像 小屋来现在是有潺山的瀑布 不过您看到吗 目前在飘某某细雨 而且瀑布被云雾缭绕 是不是有点像是仙境的感觉呢 好 目前的天气真的不太好 而且云量也偏多 目前这边的温度 都在二十度以下 有点湿冷的感觉 那么事实上 今天是这个礼拜 水气最多的一天 也是雨下的最大的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回波图 主要是受到南方云系 逐渐的北台 因此全台湾都在降雨 目前雨是比较大的地方 像是在大台北地区 新北市地区 还有基隆北海岸 目前中央气象局 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不过您看到雨一带逐渐的压过来 因此中部地区 还有南部也在下 不过目前这个雨势 已经从中部慢慢转到了南部 食雨量比较大的地方 像是在云林的包中 食雨量6.5毫米 另外像是澎湖的万安 还有新北市的万里 以及台中和平一带 目前食雨量是5毫米左右 正在下起毛毛细雨 我们从累积雨量图带来看看 这雨势真的是一阵大一阵小的 今天凌晨零点开始 一直到现在 累积雨量比较大的地方 像是在新竹的雪坝 32毫米 另外新竹的白蓝地区 25.5毫米 而在苗栗的南庄 22毫米 何花山也有20毫米左右 雨势还会在累加当中 那么为什么会下雨呢 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主要就是受到南方云系 逐渐的北台 而且笼罩在台湾上头 再加上又有东北季风南下 就这样三重双重的夹击之下 因此今天全台湾的天气 都不是太稳定 那么今天北台湾高温 大概是20度以下 那么低温只有15 16度 中南部高温也只有22到25度 跟昨天比起来真的差很大 今天清晨最低温是落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离岛的 连江马祖12.7度 台湾本岛地区 像是台中的大甲12.9 新北市的富贵角 以及桃园的茶改 也都是13度上下 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 跟昨天比起来 南部地区真的差很多 昨天南部的高温还有30度 不过今天一口气 高温凑降了8度 而且清晨也为凉 今天外出的时候 势必得要穿这个外套会比较保暖 再来看到全台各地 目前中气象局也发布了强风特报 主要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今天台南以北地区 恒春以带以及东南部 南与丽岛还有黎岛的 澎湖金门跟马祖 今天沿海都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那么未来的天气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透过亚洲云雨图看得很清楚 主要就是南方云气逐渐的佩白 因此水气非常多 再加上东北季风 今天明天 这个水气都是比较旺盛 不过礼拜三开始 就会逐渐的趋缓了 北台湾还是会有雨 中南部就会有空挡 来看到台湾的云雨图 好 未来这整个礼拜 其实天气都不是太稳定 都有水气 那么今天全台湾都有降雨 因此出门记得带散了 从三日雨趋途看得更清楚 今天北部地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东半部迎风面 雨势也会比较大 全台湾都会有降雨 年开始南部地区 以及北部一带稍微的有空挡 不过还是有一些局部阵雨 礼拜三开始雨势才真正缓了下来 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雨势比较停了 不过来看到吹的是东风 因此宜兰地区雨势会稍微比较明显 再来看气象的关键字跟您做提醒 今天中部以北地区湿湿凉凉的低温下探15度 那么礼拜三全台雨势才会趋缓逐步回升 南台湾有机会可以回到30度 那么这个礼拜因为受到南方云系北台的影响 因此未来这整个礼拜都很容易下雨 记得期待一句了 再来看各地的气温 基隆台北新北桃源跟新竹 16到19度 那么今天温度都偏低 而且雨势也会比较明显 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地区 17到22度 那么今天受到南方云系北台的影响 中部的降雨几率也蛮高的来到80 嘉义台南高雄跟平东19到25度 南台湾也会下天气不太稳定 因此出门待散 宜兰花莲跟台东16到23度 今天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因此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直不大雨 澎湖的金门连江县高温来到20度 不过低温也只有16度左右 也提醒大家注意保暖了 以上是J的气象 把时间交给晨熟了